细品金瓶梅第十三回 且看这份预见 是福还是孽 话说 这回开篇就是一安居士的换西沙 秀面芙蓉一笑开 斜飞宝鸦衬相塞 演播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 半肩骄横即幽怀 月仪花影约重来 这首归情小令 放在西门庆与李平儿的偷情优惠中 虽然显得不合时宜 但也无可厚非 毕竟为这桩偷情俗事 漠然多加了几分诗情画意 一直觉得纵观全书 也就李平儿对西门庆的爱纯粹一点 让我看到了几分真爱 所以这首小令也算能配上它吧 说句题外话 其实金瓶梅里最让我叹息与不忍的女人 就是李平儿 在一片情欲涌动的暗黑色天幕里 她几乎是旁译写出的那一束微弱的白月光 让人在读这本书时 不至于绝望致死 有评价说她是个痴人 也确实 只是她遇见西门庆 到底是福还是孽 她与西门庆转个满怀时的装扮是这样的 下月间带着银丝纠继 金箱紫银坠子 藕丝对金山 白沙挑衅香边裙 群边录一对红渊凤嘴尖尖瞧瞧瞧小角 妥妥一味贵气十足的有钱妇人 然而落在西门庆的眼里 李平儿的这种美则全是感官美 生得甚是白净 五短身材 瓜子面 细弯弯两道梅儿 不觉魂飞天外 就冲这句魂飞天外 便知道一段情势要隆重登场了 这李平儿的来历身家与故事 咱们回转到第十回梳理一下 原来花子须魂家姓李 因正月十五所生 那日人家送了一对鱼瓶儿来 就小子换作瓶姐 先与大名府梁中书为妾 李逵杀了全家老小 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 这里是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 二两种一对鸭青宝石 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 那时花太监因直男花子须眉妻事 就使眉婆说亲 娶为正事 太监到广南去 也带他到广南 住了半年有余 不幸花太监有病 告老在家 因是清河县人 在本县住了 如今花太监死了 一分钱多在子须手里看官 这段信息量巨大 这个李平儿家是不错 且与梁中书做过妾 后又自带珠宝 嫁给花太监的哲儿花子须做正事 更重要的是 人家自己拥有着几箱子的西洋大珠 压青宝石 读这回的时候 竟会时不时把她想象成了怒沉白宝香的杜石娘 完全不是那种靠西门庆买花袋的穷苦女人 竟是个货真价实的白富美 她和西门庆的碰面 跟潘金莲楼上吊窗杆的偶然邂逅完全不同 西门庆和她的丈夫花子须 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嫖友 一对每天玩在一处的好兄弟呢 话说这天是妓女吴婴儿的生日 李平儿的丈夫兴致勃勃 邀请朋友们去寄院给这位女子举办生日会 我们不能探知李平儿当时什么心理 只看她和西门庆这段对话 特别有意思 李平儿隔门叮嘱 今日她请大官人往那边吃酒去 好歹看奴之面 劝她早些回家 两个小丝又都跟去了 只是这两个丫鬟和奴 家中无人 西门庆门外应 嫂子见得有礼 哥家事要紧 嫂子既然吩咐在下 在下一定棒哥同去同来 一个说得真真 一个应得恳切 但却似乎能闻到火星四箭 是眼波才动被人猜吗 你想啊 一个女人 娇滴滴地告诉自己丈夫的好友 看俺的面让她早点回来 俺家中可无人啊 这是在告诉西门庆 我对你的无限信任吗 还是在暗示 我家的秘密只有你知道 反正 花子虚一心向外 李平儿也早已看不上 这个傻蠢无能的丈夫 夫妻两者互不相扰 倒也落个清静 看接下来西门庆的一番操作 吴婴儿的酒宴一直喝到了深夜 西门庆留心把子虚灌得鸣鼎大醉 又因李平儿央美之言 想伴他一同来家 这是真真听话 几分喜感送到家后 李平儿又出来了 继续说了一番话 卓夫不才贪酒 多类看奴博面 孤待来家 官人休要笑话 那西门庆忙屈生怀懦 说道 不敢 嫂子这里吩咐 在下赶步铭心刻骨 童哥一搭理来家 非独嫂子担心 显得在下干事不得了 方才哥在他家 被那些人缠住了 我强着催哥起身 走到乐星堂儿门手 粉头正爱香儿家 哥就要往他家去 被我再三拦住 劝他说道 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 方才一直来家 嫂子在上 不该我说 哥也糊涂 嫂子又青年 偌大家事 如何就丢了 成也不在家 适合道理 妇人道 正是如此 奴为他这等在外弧行 不听人说 奴也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 往后大官人 但与他在院中 好歹看奴博面 劝他早早回家 奴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看到这里 几乎让人惊呆了 这不就是一面风情 身有韵吗 一个要恩有重报 一个要苦心见歌 两个人彼此生会奇异 却洋装不知 眼波尔早已流转得 轻轻我我 却硬是兜着圈子 就等捅开那层窗户纸了 这当 重阳节到了 花子虚假着节下 据简请西门庆过来赏局 金平梅总是爱戳着人的心窝子血 说来说去 李平儿竟是被自己傻白甜的丈夫 一次次制造着与人优惠的方便 看来没剩本事的男人 还是不要娶漂亮又有钱的女人 觊觎他的 很可能就是你身边玩得好 又比你有本事的哥们 这种事儿古今皆有 至此 和潘金莲不同 西门庆与李平儿 完全不再需要王婆那样的中间人 俩人已经拿捏得十分到位 虽自编自导 却不失每个细节和过场 他们两家本是邻居 墙这边是西门家的花园 那边就是李平儿家 于是 重阳节这晚 西门庆领会平儿之意 洋装酒醉 早早慈禧 花子虚欢天喜地 被平儿知道了无影而处 月影花影月重来 作者以略带喜感的笔触 描绘了这段 堪与西乡记情节高度媲美的情势 西门庆推醉到家 刚脱了衣裳 就往前边花园里去坐 单等李平儿那边请他 良久 只听着那边赶狗关门 少青 只见丫鬟迎春 黑影影里扒着墙 推脚猫 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 递了话 这西门庆就多过一张桌凳来踏着 暗暗扒过墙来 这边已安下梯子 李平儿打发子虚去了 已是摘了光儿 乱网乌云 素体浓装 立在川廊下这段读来 只觉场景立体 似让读者也随之 有屏息凝神之感 猫狗皆为这桩情势效力 尤其赶狗关门 更是写活了这点子 偷情俗世的痞痞之趣 可怜的花子虚 还被蒙在鼓里 自己的老婆已经在憧憬 与别的男人今后的幸福生活了 对于这场偷情 李平儿确实是认了真的 因为他认定了这个男人才可以让自己托付终身 所以他偷情成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带入到了西门庆家里 开始笼络人心了 这点与小潘不同 潘金莲嚣张魅惑 促为冲天 不愿意与别的女人分享西门庆 但李平儿是怎样做的呢 人家轻言细语地告诉西门庆 到明日买分礼儿过去 看看大娘 只怕不好亲近 若不嫌奴有殿 奴就拜他五娘做个姐姐罢 到明日 讨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样来 奴亲自做两双鞋儿过去 以表奴情李平儿心里明白着呢 月娘是正主 一定不能得罪 小潘排行虽低 却更是不好惹的主 于是他单挑着俩人 想用柔情融化之 月娘自不必提 大凡地位稳固着 总是有几分哑量的 但是啊 潘金莲万万不可小觑 李平儿与潘金莲 竟然是性格的两个极端 一个小心翼翼 委曲求全 一个飞扬跋扈 从不手软 遇上潘金莲的李平儿 注定不会有平静如水的日子 一场大戏又要上演了 果真 接下来 西门庆的秘密迅速被潘金莲窥破 骂道 好复兴的贼 你昨日端的那里去来 把老娘气了一夜 一一说出来 我便罢休 但瞒着一字儿 到明日你前脚儿过去 后脚我就吆喝起来 教你复兴的求根子 死无葬身之地 看官不会忘记吧 就在不久前 潘金莲因为与小厮偷情 被西门庆马鞭子抽 跪在地上骂 现在却让自己抓到把顶了 这个男人 与自己兄弟的老婆偷情 你还能大刺刺的人母狗样 混在那帮子地中间吗 不怕影响自己江湖地位吗 虽然人家确实并不怕 西门庆也最了解潘金莲那点出现了 和李平儿的富贵不同 出身穷苦人家的女子 在乎的无非是金钱 以及她的宠幸 于是 她转眼就把李平儿给她的发簪 送给了潘金莲 瞬间小潘的画风就转了 既是如此 我不言语辩了 等你过那边去 我这里与你两个官风 潘金莲啊 确实早已不再奢望西门庆的专宠与爱 她在之前害死亲夫望眼欲穿 情郎的期盼中 已被泼了透心凉的冷水 现实的耳光一记比一记响亮 那么就放下那点子爱的幻想 搜刮些碎银几两 抚慰一下爱美而拮据的自己 也不失是一项今后 自己能立足西门家的资本 事已 她的戏很足 借此撒娇又撒泼 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实打实的利益 继而灯鼻子上脸 给西门庆提了三项要求 一是不许去妓院 二是要听她的话 三是再找李平儿 必须让她知道 看看 似乎比吴月娘还有主妇的拍 接下来 偷情继续如火如荼进行 西门庆多了个贴心的同伙 小潘 俨然成了个人生赢家 既挟制了西门庆的生活日常 又时不时的一些钱和物 何乐而不为呢 而沉浸在待嫁幸福中的李平儿 大概不会想到吧 然而是如此 距离她嫁进西门家的大门 还有很长一段弯弯绕绕的骑路呢 想象中的美好总是敌不过现实的残酷 其实她的苦还刚刚开始 细品金平梅第十四回 这回武大有了作伴的 话说自第十三回李平儿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后 花子虚的人生参照武大也将要走到尽头了 果然 第十四回一开头 与众人在妓院里耍子的花子虚就被做工的拿了去 在场的西门庆也被吓得不轻 躲在李桂姐家不敢出来 后来打听到是花家兄弟在东京递了状子 告花子虚吞占花太监财产 所以献礼来拿她 西门庆等这才放心回家 想当初她跟潘金莲在王婆茶坊里私混 三寸定的武大夺门而尽 西门庆也是被吓得六神五主直往床底下钻 后来被武松追杀 他更是吓得心胆俱碎 从狮子楼的后窗直接跳进了人家的后院 李外川被误杀 西门庆倒没死没伤 是命数未尽也 再后来陈静记因父亲成红犯了事 而带着西门大姐来清河县避祸 西门庆更是吓得门户紧闭数月不出 拔取李平儿的勾当丢了九霄云外 至时李平儿不明就里招坠了蒋竹山 直到西门庆派的人去东京打电好了一切 他才打开了封闭许久的大门 可见西门庆真是挺胆小的 不过似乎也不能都怪他 那个时代官府抓人可能不看律法 只看官老爷的心情 他自己做了提醒之后 也就是这么的无法无天 所以花子虚被抓他跟着紧张 陈红惹了事他怕受牵连 再加上他确实坏事做的也不少 官府真要抓他是完全不缺正当理由的 而武松追杀他的时候 他虽有点三脚猫的本事 可怎么敢跟打虎英雄过招 害怕就更是正常 而被武大破门而入食 他是被捉奸在床的 潜意识里的害怕也算人之常情 尽管有这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 也不能不说西门庆的确是个软弱胆小的人 他的这副德性 吴月娘是最清楚的 所以他叮嘱西门庆在外多加小心 惊魂已定的西门庆还强装大尾巴狼 说谁人敢七个头八个胆打我 月娘毫不客气的对回去 你这行货子只好家里嘴头子罢了 出了事的花子须派小丝带话给李平儿 让想办法救他 李平儿于是让小丝去找西门庆 终于可以释出有因 名正言顺的跟西门爹说话儿了 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货色 吴月娘心知肚明 所以对西门庆列卸脚就往外走 是样子很是看不上 说他明日没得教人讲你吧 可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不用爬墙头就能见到李平儿 西门庆可不会放过 李平儿就花子须 并不算很情愿 用他自己的话说 发狠起来 想着他嫩不一说 拿到东京 打得他烂烂的 也不亏他 但他终究不是潘金莲 他没那么铁实心肠 所以还是会想办法救他 当然他的办法就是请西门庆帮忙 而在此期间 除了可以名正言顺的见他的西门爹 他还另有他的小心思 那就是将他的部分财产 先转移到西门庆家 一是怕官司盼下来 钱财会被花家兄弟瓜分 二则不想留给花子须挥霍 趁这时 奴不思各防身之际 信着他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 眼见的三拳敌不得四手 到明日没得把这些东西而吃人 暗算了去 坑闪的奴三不归 所以他除了给了西门庆 打电关系需要的双倍银两 三千两的大元宝 另有四香贵满衣玉带 帽顶韬还 也让西门庆搬回家 在他心里 已经死心塌地认准了西门庆 想与他做长久夫妻 虽然西门庆从来没有允诺过他什么 这几大箱子东西伪实价值不菲 以至于后来西门庆闭门不出 他除了伤心 还想着存在他家的这些东西是拿不回来了 当然拿不回来 即使他后来进了西门大院 他也没能拿回来 这固然有他如愿嫁了西门庆 心满意足 那份财物他已不那么在乎了的原因 但即使他在乎 想让吴月娘这位颇为重裁的大娘子 把到手的金银再吐出来 怕是极有难度的 想当初西门庆拔腿去见李平儿时 颇为不快且欲加阻拦的吴月娘 当西门庆回家说 李平儿要将香龙寄放在他们家之后 他一句废话没有 当机立断地给出了最佳运输方案 银子便用石盒叫小丝台来 那香龙东西若从大门里来 叫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 必须夜晚打墙上过来 方隐秘歇于是 西门庆李平儿偷情的墙 变成了西门庆吴月娘偷才的墙 而此时的月娘 四路清晰精明墙干 她在墙头上铺了粘条 这样墙上就不会留下 翻台箱子的任何痕迹 而参与人员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围 除了她和西门庆 只有居住于墙的这边 想必也避不开的金莲和春梅 花子虚的案子中 负责审讯的是开封抚引杨石 杨石是当朝太师蔡金的门生 西门庆的庆甲成红 与提督杨俭也是儿女庆甲 而杨俭与蔡金关系不错 靠着这一层层关系 更是靠着李平儿的大元宝 终于使得花子虚免于受刑 清松就被放了出来 人虽没事 但银两 房舍 装填均被分于几个兄弟 元宝被李平儿谎称 为了救他都花尽了 出了狱的花子虚 陪了夫人又折兵 惊穷了 只凑了250两银子 在狮子街买了处小房子居住 李平儿虽不似潘金莲那么歹毒 但也够狠心的 他不仅占了所有的钱财 还整日对花子虚 恶语相加谩骂不停 花子虚其实也知道 李平儿与西门庆合伙骗了他的钱财 却毫无办法 受了这份重气 再加上又不幸害了一场伤寒 不几日就呜呼哀哉了 古大友做伴的了 不知他俩在阴曹地府相见后会聊些什么 其实花子虚并不算个很讨厌的人 在李平儿嘴里 他最可恨之处就是流连妓院不肯回家 可西门庆难道比花子虚强多少吗 所以后来李平儿送礼物过来 西门庆说这是对他劝花子虚早些回家的谢礼 这理由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 吴月娘自然也是不信他这番鬼话 吴月娘听了 与他打个问讯 说道 我的哥哥 你自顾了你爸 又尼佛劝土佛 你也成日不着个家 在外养女条妇 反劝人家汉子 大概从这时起 吴月娘就对西门庆与李平儿之间的关系 起了疑心 与西门庆相比 花子虚的流连妓院似乎更有情可原 李平儿名义上是他的妻子 而实际上一直被花太监霸占着 他根本挨不到 他又没有三五个小老婆 他还有钱 进了妓院 妓女老宝帮贤们是要拼了命不让他回家的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西门庆是最大的赢家 他白占了花子虚的娘子 房子 银子 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鹰伯爵知道了 估计会将鹰白嚼这三个字拱手让与西门庆 他虽号称天下第一帮贤 惯会白嚼人 可他也只嚼得些小酒小菜 实在不能与西门大官人相提并论 花子虚死后 李平儿更是心心念念地只想嫁进西门府 与当年潘金莲代嫁的心情如出一辙 因此 花子虚武器未过 李平儿热笑未除 就寻了个潘金莲过生日的由头 过来西门大院 见他日后要朝夕相处的姐姐们了 他看到的是各房的笑脸相迎推杯劝酒 他不知道的是 从他踏进这个大院的那一刻起 潘金莲就开始了暗地较劲 潘金莲借着回房云脸的当 将西门庆送与他的那一对李平儿的瘦字簪子戴在了头上 吴月娘原本对西门庆与李平儿之间的猜疑 由此坐实了 从吴月娘对西门庆冷嘲热讽的态度 以及后来到李平儿家赏灯时对李平儿的态度 可以看得出吴月娘很生气 而李平儿想不到的是 他此刻离开西门大院到他后来正式嫁进来 中间还会发生那么多事 还有那么多波折在等着他 戏品金平梅第十五回 俗话说妻不如妾 妾不如娼 娼不如偷 从上一回的结尾 吴月娘就与李平儿约好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 协和家女眷去李平儿位于狮子街的新宅子楼上看灯 并给李平儿做生日 正月十四日 西门庆拆戴安给李平儿送去了过生日的寿礼 对比李平儿寄放在西门庆家的元宝和四香柜 莽衣玉带帽顶韬环 以及送给他们五人的公样寿字金簪 这份儿生日礼物太过于寻常了 西门庆先一日差戴安送了四盘羹菜 一坛酒 一盘寿桃 一盘寿面 一套之金重卷衣服 写吴月娘名字 送于李平儿做生日 李平儿赏了戴安和台盒子的小厮丰厚的小费 玄机派逢妈妈到西门府送请柬 正式邀请西门庆的妻妾们第二天来吃饭喝酒看灯 李平儿随即使老逢拿着五个剪贴儿 15日请月娘和李娇儿 孟月娄 孙雪娥 潘金莲 又烧了一个铁儿 暗暗请西门庆那日晚西复习 李平儿请的是五个人 初九时吴月娘与李平儿约定的也是五个人 俺姊妹一个也不少 来与二娘祝寿可正月十五当天来的 是吴月娘 李娇儿 孟月娄 潘金莲四个没有孙雪娥 孙雪娥被月娘留下看家 他们的集体活动 孙雪娥通常都不参加 后文中 金明杰月娘在后院带大家打秋千 她不参加 年下妻妾几人轮流做东请客 她不参加 众人一起到吴大镜子家吃酒 她没去 另一个元宵节 孟月娄潘金莲李平儿三个带着丫鬟们 上街看灯 她也不去 不知是她不喜欢众人更多 还是众人不喜欢她更多 她这个小老婆做的 也伪实别扭得很 狮子街的这座宅子 是花子须死前用拼凑的250辆银子买下的 虽不如原来的院子大 但比现在城市里的连排别墅宽臭得多 而且地理位置极好 这房子门面四间 到底三层 临街是楼 一门内两边厢房 三间客座 一间烧间 过道穿进去 第三层三间卧房 一间厨房 后边落地 紧靠着桥黄青花园 后来李平儿招坠蒋竹山 就是在这四间门面中开出了两间 装修一新 给她做中药铺子 既是元宵节 自然是要看灯的 《红楼梦》里的第一个元宵节 是原非省亲的大场面 此时的贾府如烈火烹游 繁华盛极 新落成的大观园 辉红壮观 各是灯笼富贵高雅 体现了贾府 作为赞音之家不俗的审美情趣 只见清流一带 视若游龙 两边石栏上 阶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 点得如荧光雪浪 上面柳性株树虽无花叶 然间用通草筹灵纸卷衣饰做成 瞻鱼之上的 每一株悬灯树斩 更坚持中和幸福禄之属 一阶系罗棒羽毛之类作就的 珠灯上下征徽 珍系玻璃世界 珠宝乾坤 传上异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 珠连秀墓 贵极兰饶 字不必说 以而入役石岗 岗上一面扁灯 明现着了听花絮四字 到了宁国府除夕记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 元宵节的灯笼只剩下一句 满挂各色夹灯敷衍了事 此时的贾府已露出了明显的下行趋势 不管是人还是灯 都没那么热闹了 清河县大街上的各色灯笼 当然不如大观园里的那般富贵高雅 但却因为百无禁忌而更花样繁多 热闹欢腾的气氛 与此时酒色才气 蒸蒸日上的西门庆相得益彰 山时穿双龙细水 云霞映独鹤朝天 金莲灯 玉楼灯见一片珠鸡 荷花灯 芙蓉灯散千为锦绣 绣球灯脚脚节节 雪花灯符符纷纷 绣彩灯依让尽止 存孔梦之一风 媳妇灯容得温柔 笑梦江之杰操 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 盼观灯钟馗 共小妹并坐 师婆灯徽与善 假将邪神 刘海灯悲金蝉 细吞至宝 骆驼灯 青石灯 驼无价之奇珍 猿猴灯 白象灯 近连城之秘宝 七手八角螃蟹灯 倒细轻波 巨大口燃 鲜鱼灯 平吞绿枣 银额豆采 雪柳蒸灰 鱼龙杀戏 七针五老献丹书 吊挂流苏 九一八蛮来进宝 村里涉谷 对对喧田 百戏货郎 庄庄斗巧 转灯儿一来以往 吊灯儿 或养或锤 好家伙 这一口气写了 金莲灯 玉楼灯 荷花灯 芙蓉灯 绣球灯 雪花灯 秀才灯 媳妇灯 和尚灯 通判灯 师婆灯 刘海灯 骆驼灯 青狮灯 猿猴灯 白象灯 螃蟹灯 鲜鱼灯等十八种灯饰 可比过年期间 上海城隍庙的灯节 好看多了 观灯的习俗 在宋代由贵族奢游 而及民间 孟元老东京孟华路 记载了正月十五 开封府的街景 脚富山棚 立幕正对宣德楼 游人以及玉街两廊下 奇数异能 歌舞百戏 所以 在元宵节这天 除了各种各样的灯 大街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节目 说书的 唱曲的 好看的 好玩的 真真是目不暇接 钱不够花 琉璃萍 应美女奇花 云母帐并迎周郎院 王孙睁看小篮下 促居其云 侍女相邪高楼上 娇饶眩色 华似云集 向卧星罗 讲新春造化如何 定一世荣枯有准 又有那站高坡打弹的 词曲阳功 倒看这扇想博 有角僧 演说三藏 卖元宵的高堆果线 沾梅花的奇叉枯枝 简春娥 并边斜叉闹东风 倒凉拆 头上飞金光药日 唯平化石虫之锦杖 朱莲梅月之霜青 虽然揽不进敖山景 也因风灯快或年 在这片热闹中 裹挟着演说三藏的 游角僧 可是 有谁看得到她 她的想博音和念经声 又有谁听见了 元宵节之所以这么热闹 还因为这一天 是一年中 为数不多的女子 可以出门的日子 女人们纷纷装扮一心 出门游玩 赏灯会晴郎 吴月娘穿着大红装花 通袖袄儿 焦绿断裙 雕属皮袄 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都是白领袄儿 蓝断裙 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笔甲 孟玉楼是绿遍地金笔甲 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笔甲 头上朱翠堆盈 奉拆半屑 除吴月娘外 其余三人装束基本一样 只在笔甲的颜色不同 按规制 妾与妻的衣着首饰 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的 从装扮就能看得出 妻与妾之间的差别 李平儿去西门大院 给潘金莲做生日时 打眼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小老婆了 当看到孙雪娥时 因其装饰少次于众人 但又不是丫鬟的打扮 所以判断不出她的身份 这样其整富贵的打扮 本身已经够吸引人的了 所以吴月娘见楼下人乱 就和李娇儿回到席上吃酒去了 但潘金莲和孟玉楼不肯归席 此回的回前诗前两句楼上多娇艳 当窗并三五 其中三五既指楼上看灯的三五个家人 也特指平窗看灯最久的 三娘孟玉楼和五娘潘金莲 其中又以五娘角色最重 那潘金莲一静把白领袖袖子而搂着 显她那遍地金涛袖儿 露出那食指春葱来 带着六个金马凳戒指儿 探着半截身子 口中磕瓜子儿 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 和月楼两个嬉笑不止 饶是这样 她还觉得不够 一回指道 大姐姐 你来看 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 一来一往 滚上滚下 倒好看一回又道 二姐姐 你来看 这对门架子上 挑着一盏大鱼灯 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蟹儿 跟着她倒好耍子一回又叫 三姐姐 你看 这手里这个婆灯 那个老儿灯正看着 忽然一阵风来 把个婆灯下半截 割了一个大窟窿 妇人看见 笑个不了 平时在家里 她何曾大姐姐 二姐姐 三姐姐这么亲热地称呼过 特别是李娇儿 在她心里口里 只配淫妇这两个字 当然你在楼上看灯 看灯的人在楼下看你 何况是潘金莲这种千方百计 吸引众人来看她 隐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 挨肩擦背 仰望上桥 通脊扎不开 兜压裸裸儿 自打进了西门大院 日子虽过得比以前滋润 但深宅大院 她困在里边不得见人 西门静三五日的不在家 就算在家 也不能天天到她屋里 我猜她偶尔也会想念 在此时间门口 站着嗑瓜子 勾搭过往无赖青年的情形 楼下有人认出了潘金莲 不仅认出了她 还知道她的详细来历 那穿大红遍地金比甲儿 尚带着个脆面花儿的 到好似卖吹饼五大郎的娘子 大郎因为在王婆茶坊内桌间 被大官人踢死了 把她娶在家里作妾 后次她小叔武松告状 误打死了造立李外妇 被大官人电发冲军去了 不知金莲是否听到了 楼下人对她的谈论 即使听到了 她也不会觉得怎样 李平儿因为对花子虚做了亏心事 常梦见花子虚来找她索命 而潘金莲亲手堵死了五大 后来还害死了宋慧莲 以及李平儿母子 可她面无愧色 心无愧意 从未做过噩梦 确确是个狠人 吴月娘平时也有走亲戚 很晚才回家的 不知为何这次坐了一会儿 就要回家 但她也知道潘金莲是不想回的 所以就同李娇儿先回 并叮嘱孟月楼和潘金莲也早点回 玉楼应诺 而潘金莲却默不作声 不过 饶是她再不肯回去 李平儿也不会让他们留到太晚 这样的元宵夜 是属于她和西门庆的 待月上柳梢头 华灯满长街后 西门庆会排除万难 来到狮子街 遥想不久前 潘金莲刚嫁入西门府 西门庆去忙于疏拢李贵姐 多日不回家 潘金莲写了情诗送去 也不能让西门庆心动 而这次 李贵姐以及众多帮贤 想尽办法要留住西门庆 却无奈西门庆的心思不在这里 怎么也留不住 盖音前次李贵姐是昌门心宠 在天平上压过了已成为小妾的潘金莲的分量 而此时 李贵姐已成旧人 尚处于偷情阶段的李平儿 才是西门庆的心头肉 真真是妻不如妾 妾不如娼 娼不如偷嘛 妻妾拼透在西门庆的心里有新旧之分 几个结拜兄弟在他心中也分亲疏远近 他最喜欢的是英伯爵 其次是谢熙大 最经常陪西门庆吃饭喝酒逛妓院的 就是他们两个 后边的孙寡嘴 祝十念 西门庆虽不大待见 但也常有来往 在后边排到长治节 想要跟西门庆借钱 还要仰仗英伯爵帮忙 而白赖光 相见西门大官人一面都见不到 家里人像房贼一样的房着他 叔童不小心放他进了大院 结果挨了西门庆好一顿崽子 所以当西门庆童英伯爵谢熙大 在路上遇到了松寡嘴 祝十念 他直说同他们俩也是路上偶遇的 估计怕他们俩误会 为什么吃饭喝酒不叫他们 随后 孙寡嘴 祝十念便硬拉着西门庆往妓院里去 没准这根本不是偶遇 而是孙寡嘴 祝十念 本就满大街找西门庆呢 没有西门庆这个财助作东 他们怎么好往妓院里去吃喝嫖赌呢 他们可是吃过老宝们的闭门羹 即使英伯爵没有西门庆出钱 在妓院里也是得不到什么好脸色的 所以这一次带着西门庆一起来 英伯爵的腰杆又硬了起来 说了个笑话 也于曾经不给他好脸色的老宝子 英伯爵道 妈 你写著 我说个笑话 你听 一个子弟在院中嫖小娘 那一日做耍 装作瓶子进去 老妈见他衣服拦履 不理他 做了半日 茶也不拿出来 子弟说 妈 我肚鸡 有饭寻些来吃 老妈道 米豚也晒 那讨饭来 子弟又道 既没饭 有水拿些来 我洗脸 老妈道 少挑水钱 连日没送水来 这子弟向秀中取出十两一定银子 放在桌上 将买米固水去 慌得老妈没口子到 姐夫吃了脸洗饭 洗了饭吃脸 西门庆给了钱 老宝去准备酒席 贵姐打扮光鲜 出来迎客 因为这天是元宵节 妓院里的人多 帮贤也多 宝儿 嫁 原设也都露面了 送点吃的 陪着玩球 逃点赏钱 李贵姐除了会弹唱 也会踢球 果然是妓女行业 冉冉升起的新兴 只是踢两圈下来 就气喘吁吁 腰致困乏 没准过几年 就会跟她姑姑李娇儿一样 体胖了 西门庆也是会踢球的 可今天的西门庆 心心念念地只想着李贵儿 在戴安的帮助下 她终于摆脱了 妓院里的一干人 竟直奔了狮子街 而此时 在狮子街 已连盼色狼的李贵儿 是否会想起 正和三年 那个惊魂的上缘之夜 李逵杀了梁中书全家老小 她在混乱之中带了财宝逃命 或许正是那一夜留给她的经济不安 让她内心盼望着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而此人就是西门庆 戏品金平梅第十六回 且看这回算不算爱情呢 第十六回李贵儿的恨嫁 与当初五大死后潘金莲的情状正相对应 女妖翘 一身笑 贵儿花观其整 素服轻盈 以示动人 以联龙 盼良人更是平添几分寂寞的美丽 菜肴重整 花灯再燃 贫儿含泪磕头殃告 卓夫已故 举眼无亲 今日此杯酒 只靠官人与奴做个主 休要嫌奴丑陋 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背 与众位娘子做个姊妹 奴自己甘心 不知官人心下如何 贫儿姿态卑微到自见的地步 一腔深情 铁石之人也会为之心动 西门庆不是铁石心肠 但他对李平儿未必多上心 贪财好色是真的 隔锅饭香 别人家的老婆偷起情来滋味 总是格外爽 钱多不烫手 娇滴滴可人而奉上的真金白银 谁嫌个得慌 然而要将李平儿取进门 他就要顾虑舆论影响和世俗纷争了 结义兄弟不过是个虚名 可虚名也是名 花子虚到底不是五大 娶了李平儿 兔子便吃了窝边草 何况还有个虎视眈眈 将分家官司打到东京的的花大 因此 西门庆的回复也是常见的套路 就是拖延 待你校服满食 我自有处 不劳你费心 今日是你的好日子 咱美姐吃酒平儿 如同昔日金莲一般 尚赶着给戴安做鞋 不过平儿的财力远非金莲能比 房子动工 他又拿出三四十斤陈香 二百斤白蜡 两罐子水银 八十斤胡椒 一再表示 奴情院与娘们做个姊妹 随问把我做第几个野霸 低姿态 高财力 这样的平儿 怎能不让人心动 小说中 屡屡将金莲 平儿比作院中人 讽刺金莲的风月 胜过清和铭记 美美西门庆 在平儿处留宿 借口便是到院里去 其实 比起需要花银子的妓女 李平儿给予的银钱 足够他包养西门庆了 李平儿恨嫁为哪般 可以试着推敲他的成长路线 李平儿的娘嫁如何已不可考 不过既然给梁中书为妾 梁嫁对女儿也不过如此 梁中书家大概是所有做妾的噩梦 梁中书是蔡太师的女婿 自己都得仰仗夫人娘嫁 避妾性命不过是捏在夫人手中的草戒 李平儿住在外书房 安全相对有保障 李逵杀了梁中书一家 梁家众人四散后 李平儿带着重金去东京投亲 想必也是如是重负 这种幸运也许不是偶然 大概得益于李平儿的谦卑姿态与玲珑心肠 到东京后 李平儿旋即嫁给了花太监的侄子花子须 这个丈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不过是个须名 真正意义上的夫君大概是公共花太监 花太监从御前班直升广南镇首 携着李平儿赋任 他们共赏过春宫图 李平儿握着花太监的家私 花太监死后 以李平儿的容貌与手段 收拢花子须好好日子也不难 然而 西门庆出现后 李平儿再没把花子须当自己的丈夫 她纵容甚至怂恿花子须去院里鬼婚度日 只为了和西门庆偷情 花子须最终的死亡 离不开李平儿的背弃 花子须死后 李平儿更是一片火热 既不在乎名分 也不吝惜金钱 更不在意面子和居所 慌里慌张 急不可待 然而 这是不是爱情呢 似乎很难将金平美里 那些在欲望中翻滚的男男女女 与爱情联系在一起 西门庆反复无常 转眼无情 女人们一般也是被生存驱使 浮浮沉沉 什么寻找自己缺失的一半 什么克服力及本能之超越性情感 听起来只是个纯粹的笑话 李平儿对西门庆的情感 乍看起来和爱情也扯不上关系 但他们是最接近爱情的 经历了数个男人的李平儿 在西门庆身上得到了安全感 这种东西虚无缥缈 却又真真切切 没有它 你的财富地位都毫无意义 因为始终不过是悬崖边跳舞 请客间一无所有 李平儿在梁中书 花太监和花子虚身边 安全感应该是极度匮乏 这是重金所不能弥补的 而西门庆 也许是性的和谐 也许是花家官司中的翻云覆雨 填补了李平儿的安全感 他似扶贫归案 他似溺水之人抱着求生服务 他需要一个可供放松休息的地方 哪怕西门庆的后院大娘馅儿不是好的 快眉眼里扫人 哪怕那儿还有潘金莲 梦月楼众多小妾 无论如何 西门庆纵使脱了几番 五月头上 房子盖好了 五月十五日 李平儿请僧人念经烧灵 家期已定 过门有望 英伯爵和一帮陪客们庆喜道贺 这便是李平儿和西门庆的小团圆 虽说这小团圆转瞬就有波折 此刻且让他们欢喜吧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您的观看